好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三种 叫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首先咱们从字面上理解 可以撤销 也可以不撤销 它是用可以不是必须也不是应当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叫相对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就不是绝对无效的 民法典当中说的无效 那是指绝对无效 一说可撤销其实是相对的 为什么是相对呢 因为法律给了你选择的权利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条款 都是属于任意性的条款 就你可以选择撤 你可以选择不撤 你选择撤了呢 它就变成无效的了 你要选择不撤呢 它就是有效的了 是不是 所以它我们把它通常理解叫相对 所以首先第一个要理解 这种相对无效的行为 跟绝对无效法律行为 它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我们教材里没有直接给大家讲 这个区别实际上是通过什么 是通过可撤销行为的特征 大家就可以区分开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可撤销的这种行为 第一个特征是什么 在撤销前生效了吗 注意这个关键的判断点 是已经生效了 它不仅成立 而且它是一个已经有效的法律行为 这是可撤销的特点 你没撤销之前 它始终是有效的 但你要说无效的 咱们刚才说了 自始就无效 所以你在撤销之前 它一直就是无效的 它没生效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出来了吗 出来了 这就是它的第一点 第二个区别 如果是可撤销的行为 因为是可以 所以它给了你当事人 是有选择权的 是由你撤销权人 来行使这个撤销的行为 法院是不主动干预的 你来要求撤销 我就给你出 你不来撤销 它仍然是有效 但是绝对无效是不可以的 它不以你的当事人意志为转移 司法仲裁都可以主动干预的 所以这就是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差别 给没给你当事人的选择权 取决于不取决于你的意志来决定 法院干预不干预 这是不同的 对不对 好 第三 可撤销的行为 是当事人有选择权 你可以撤也可以不撤 无效的 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叫绝对无效 不给你当时任何事后补证的机会 是你没有选择权 根本就跟你没关系的 这是第三 第四 可撤销的行为 是给了你选择权了 但是 这个撤销权的行驶 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时间内 你只要不行驶 对不起 撤销权就消灭了 消灭就意味着什么 这行为就是有效的了 但是绝对无效的行为 大家发现了吗 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什么时候发现 什么时都可以撤 因为它始终自始 就不发生效力 所以我们通过可撤销行为的特征 实际上 第一个不要背 大家一定要把他们之间的区别 要理解清楚了 所以我给大家都归纳好了 只要您理解了 明白就行 绝对无效的行为 在没撤之前 它始终是无效的 可撤销的行为 在没撤之前 它已经是成立有效的 而如果是绝对无效的行为 这个行为的效力 是不由你当事人来决定的 所以法院是主动干预的 是绝对无效 是当然无效 不以你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相对无效的行为 你撤销不撤销这个行为 是给你当事人选择权的 法院是不干预的 第三 绝对无效的行为 因为它自始绝对不发生效力 所以它没有任何时间上的 限制问题 不是说过一段时间 这行为就变成有效了 不是的 但可撤销的行为 你只有在这时间内撤了它 才会导致它无效 你不行使的话 撤销权就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区别 理解 大家不需要背 就可以了 好 下面开始 我们就要看 民法典当中把哪些定为 行为定为叫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表现 这个需要大家跟刚才 绝对无效一样 第一 大家得稍微计 计的基础之上 大家要灵活来运用 不能死尽应非 它会出一些很灵活的选择题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 大家要看 因为重大误解 注意误解两个字 那就意味着什么 不满足我们三个 实质要件当中的第二个要件 也反映出来 当神的意思表示真实吗 其实是不真实的 因为它是在误解之下 所以表达的意思 这种情况也是不真实的 但这种不真实 它不是恶意的 如果说这表达出来的意思 表示它不仅不真实 而且还是恶意的 它就变成绝对无效的 所以它的这种意思表示 尽管是不真实的 但是呢 它是出于自己的过错 哎呀 看错了 条款了 所以它不是恶意的 这点很关键 哎呦 本来条款当中呢 单价应该是千元 我多看一个零 我也看成是万元了 哎 所以在这种误解之下 我跟对方签合同 等签完了 把货都给人家了 回头人家给钱时 我发现 呀 我怎么多看一个零啊 人家差别太大了 这种情况下 我不认可了 哎呦 我不想履行 好嘛 这千元到万元 这差一个零 这买卖太亏了 哎 这个时候出于什么 出于保护当神的利益 所以法律就给了哪一方 发生误解的这一方 你可以有权撤销 你完全可以了 你说这买卖不能干啊 好 我这损失大了 于是你可以向法院主张撤销 没有问题 撤销选是给了你了 但是 最后要告诉大家 毕竟你自己的过错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 这个重大误解 一定是因为误解方 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人家谁也没骗你啊 如果别人要骗你的情况下 你是受骗表达的意思 那是另当别论 你这是自己看错了 因为你自己的过错 造成了意思表示不真实了 这是你可以说 但是给人家相对人带来损失了 该赔要赔 对方没过错 对方说你自己看错了 活该 对不对 你对你自己的过错 你得要自己付出代价 所以这个时候 法官可以支持 你可以行使撤销权 但是最终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那就要最终法院来衡量 如果说撤了 是可以弥补你的很大损失 但是呢 对方由此也会受到一些小损失 那法官就可以满足你 这样的话 你来补偿人家对方的小损失 来换取自己 避免大损失 这不也值了吗 对不对 你不能说法官说了 法官已经支持我了 那你损失你自己自负去 那不行 对不对 这个大家理解 这是给了误解的这一方 有权撤销 但是有时间限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受欺诈 受胁迫 大家看这两个 也都是同样表达出 意思表示真实吗 不真实 但是这个不真实 就跟误解不一样了 这个误解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 这个都是来自于谁 他人 有过错 这个他人是谁 也可能是跟你签合同的相对人 也可能是来自于相对人 你们俩之外的第三人 是不是啊 对了 这种情况下 没有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 因此这个时候 给了当事人撤销权 那我们下面就要细看了 因为受欺诈 而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 给了哪一方 他不是给了双方 受骗的这一方 你有撤销权 前提啊 仅仅是意思表示不真实 损害国家了吗 违背公讯良索了吗 都没有 这才叫可撤销 如果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了 这是不真实的话 那是绝对无效 所以仅损害了你 没损害国家 没损害第三人 这才叫可撤销 然后这里还要继续看 谁骗您呢 是您的合同的相对人骗了您呢 还是来自于第三人骗了您呢 这差别很大 所以这里的重中之重 记住了在这客观题 一定要判断好 因为签合同的相对人 他直接骗您 那您当然就可以撤销 没限制 但如果来自于的是第三人 是你们俩 人家对方也没有骗你 是来自于第三人 那这时候你受骗方 是受骗了 能不能撤 有个前提条件 一定是在你的相对人 恶意的情况下 受骗方才能撤 如果对方也蒙在鼓里了 对方是善意的情况下 那你不能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我们实骗当中 大家看出来了 这一般都是 哪种情况啊 我们来解释一下 关于欺诈 脐迫 我们先说欺诈 故意告知 虚假情况 或者负有 告知义务的人 故意隐瞒 真实情况 这样导致当事人 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之下 所以才做出了 意思表示 这里面的告知也好 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 也可能来自于你 直接的合同相对人 也可能是来自于 你们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 所以都有可能会导致 其中的一方产生了 错误的认识 这叫欺诈行为 这里面大家说 直接对方骗你 没有问题 这好理解 比如说 哎呀 对方就想跟我来签这个合同 结果呢 这个合同里面 我对对方的资质要求 是很高的 结果对方就故意隐瞒 他没有资质的情况 这样虚假 所以事后 我知道了 这样我撤销 这是来自于相对人 但也有可能来自于 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 比如说我们俩之间 签证买卖的时候呢 中介 这个中介机构很可能 因为我们俩不了解国家的一些政策呀 于是呢 这个中介可能就骗我们俩 就隐瞒了一些国家政策的一些情况 结果这样的话 他就为了中间拿佣金呢 所以对方也不了解国家政策 我这一方也不了解 结果这个中介就故意不告知 或者是虚假 这是合同钱 哎呦 事后明显对我一方不利 但是对方说了 哎呀 这真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啊 是他隐瞒这情况啊 这种情况下 我还能主张吗 不能主张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相对人 他也没过错 他是善意的 我就不能对抗 好 所以呢 那这里面的大家要注意地方就是因为受欺诈的情况下 一定这受欺诈的一方能否主张撤销 主要是在因为第三人的欺诈上 这个撤销权是要受到限制 是在以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的前提下来适用的 这个好理解啊 所以这个编故事使大家要注意是相对人骗你还是第三人 第三人骗得你的时 这是还得看你的对方当事人是否知道 但如果是受胁迫的情况下 首先受胁迫的这一方才有撤销权 但这是就不区分了 是相对人胁迫你 还是来自于第三人胁迫你 因为都会损害到你的利益 因此受胁迫人的撤销是不受限制的 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同样来自于是第三人 来自于第三人欺诈 还是来自于第三人胁迫 这差别很大 影响到当事人的撤销 这是呢第三种情况 第四个大家看 叫显示公平 我们前面讲了 那一定是发生在有偿法律行为中 才能判得到 需要有双方各付对价的情况下 那么明显一方吃亏 一方明显占便宜 那是给了受害的这一方才有选择权 但是这种选择撤销权 也是要受到限制的 它的限制的时间是在时间上 这个显示公平的判断时间点 一定是在这个行为成立的时间 来判断是否已经显示公平 如果是在行为都成立以后 才导致失衡的话 这个就不属于显示公平 就按照诚信的原則来处理了 所以我们在判定 够不构成显示公平 一定是在双方成立的时候 就明显一方吃亏 一方占便宜 因为往往成立的时候 没有问题呀 两人都是觉得很合适啊 但是一旦成立完之后 结果基于外在的市场供求关系呀 国家政策调整啊 完了 哎呦 这一降价 可能明显一方就明显吃亏了 这种情况 你不能以显示公平来撤销 这时候怎么办 按照诚信原则 双方协商解决 是不是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要理解它 好 这就是显示公平 看完了 我们再进一步的理解第二 胁迫 这个胁迫主要是以给 他当身自己本人 甚至不是胁迫他本人 是以他的近亲属造成人身财产 或者其他利益造成损害 或者是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 荣誉财产 这个造成损害来要挟 迫使当事人 哎呦 害怕 这种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意思 这种意思往往不是出于真实的意思 也是不真实 是来自于外在的胁迫 哎 这是我们在理解 然后大家需要运用的地方 就是在难点 不是来自于相对人 都是同样来自于当审以外的第三人 实施欺诈胁迫 那后果不同 第三人实施了去欺诈 这时只有相对人是恶意的 才给了受欺诈的这一方 才可以撤销 我刚才已经举了一个中介机构的例子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 评估机构 对买方实施了欺诈行为 导致买方在跟卖方签订合同时 签订了合同 只要在签订的时候 卖家也不知道 评估机构实施了欺诈行为的 这是买方是不能主张撤销的 理由是什么 保护卖方的信赖力 因为他也是善意 他也蒙在鼓里的 这就是我刚才举的 这是来自于第三人 受欺骗的这一方 他撤销权是受限制的 如果是来自于同样第三人 胁迫 那就不看了 不管这相对人善意还是恶意的 撤销权不受限制 都可以撤销 这是两个区别点 所以这区别点 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 理解 要注意区别 OK 这就是第三种 叫可撤销的行为 所以大家看出来 可撤销的这种行为 它的根子 大家注意 主要是来自于 违反了我们三个 实质要件中的第二个要件 反映出来的是 意思表示不真实 但这种不真实 往往不是出于当时人本身的主观恶意的 而且它也不损害国家利益 也不违反公序良俗 而且呢 行为人也具备了行为能力 这种情况下叫可撤销 它叫相对无效 这个是根子大家要清楚了 好 那我们立竿见影 我们来感受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判断 甲想低价买乙的房子 乙当然不乐意啊 对不对 我不卖 结果甲的好朋友得知以后 他为了让帮助自己的朋友买到这房子 于是找到了乙威胁他 说你要不卖我朋友 这个甲的房子啊 我就把你的那些个 不能搬上台面的那不雅视频啊 我我这手里掌握你这些证据了 我就给你在网上公布了 哎呀 这个乙一看就害怕了 知道吗 这一害怕怎么办 行了行了 被迫的 这样的话就跟甲签了买卖合同 这样实际上乙意思表示 真实吗 不真实 它是基于受胁迫 而这种胁迫不是基于相对人胁迫你 而是基于第三人 来自于第三人的胁迫 这是不管甲知道不知道 不管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这个时候这个合同的效力没商量 属于哪种 有效 无效 待定 可撤销 它就属于可撤销的行为 签是签了 事后这个乙主张我撤销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所以它的效力就是低 而且它是来自于第三人的胁迫 不管相对人知道不知道 这是一道题 好 这是可撤销的行为 我们要理解的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刚才讲可撤销的行为的特点是 行驶撤销权可以 但是对当事人的这个行驶 时间是有限定的 所以这个时间应该在什么时间内 如果在这时间内不行使 撤销权会导致消灭 消灭就意味着什么 在这时间内不行使 过这时间 这行为当然就是有效的了 你就不能反悔呀 所以这一块的内容 需要大家一定在领考前强记 就得记 还得记准了 容易出单选题 因为这时间不一样 好 所以下面大家理解以后 领考前一定要突击强记 因重大误解 不就给了误解这一方吗 这是误解这一方 要从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至极 只给了多少天 九十天 九十天 哎呀你知道自己看错条款了 一定要在九十天 过了九十天 对不起吗 没法撤了 乖乖旅行去 第一个 欺诈 显示公平 这两个行为的 当神从知道应当知道 都是从知道应当知道 但不是九十天 一年 第二个是一年 记住了 第一个是九十天 这是欺诈 显示 胁迫这种行为 跟前两个不一样在哪 它不是从知道开始 它一定是从胁迫行为 停止的那一天才开始算 如果这胁迫一直在持续啊 它不能算 一定是在胁迫行为终止后的 也是一年 所以一定要把同样这两个一年时间 但是起算时间是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 两个一年 区分好啊 然后下面 特殊情况说的是什么 是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以后 明确的就表达出来了 我放弃这个撤销权 我放弃了 什么意思 哎呀一看啊 把条款给看错了 这一看错 不用等九十天 我就说 哎呀算了算了 谁让我看错了 就这样 我认了 这就明确表示出来 我就放弃了 这种情况下 从你表达放弃 撤销权就消灭了 这是特殊的 第二个 从法律行为发生之日期 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这里又出现一个五年 而这个五年跟前面的九十天 跟一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它不是从你知道开始算 它是从行为只要一发生 等于给了你一个最长的时间 多长时间 五年 所以这里看到五年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五年跟一年是什么关系 所以这里先要给大家要解读 今后学完这个撤销权以后 从这开始 到后面我们还会讲 撤销权属于在法律上 叫什么权 叫形成权 这个词很多一些学员很难理解 啥叫形成权呢 所以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形成权 就是按照权力人俩字 单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成立的法律行为 我们前面讲了 那个撤销权的形式 解除权的形式 这个追认权 都属于单方法律行为 他们这些权力都属于形成权 就是仅由一方的意思表示 就可以让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追认权了 撤销权了 解除权了 这就叫形成权 所以形成权的特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单方的 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的 撤销权的形式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时间在法律上称为叫除斥期间 不属于诉讼时效 那么究竟什么叫除斥期间呢 我们先放一放 第三节就给大家讲除斥期间 所以它是一个持续时间 这个时间内只要没行止 撤销权就消灭了 所谓的除斥期间 什么意思 它就是它跟诉讼时效的最大特点 就是它是不变的期间 不管中间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第一不终止 第二也不会中断 它是一个不变的时间 不管这时间内发生任何阻碍你去行使撤销权的情况 我们也不断开 就连续计算 它是一个存续性的不间断的时间 这是我们大家要理解的 理解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五年跟所谓的一年或者是九十天最大的差别在哪 我们法律规定你行使撤销权原则上都应该是从你知道是有开始 因为你只有知道自己的行为 哎呦受到损害了 或者是知道自己看错了才应该开始算 这才公平 但是有些行为会出现什么 对方实施的行为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也不应当知道 这是非常关键的 你也没义务知道 所以在你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下 实际上对方已经骗了你了 你的利益受到损害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可能等你真的知道的话 过了一年 过了九十天了 看着吧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我们就给你规定一个最长时间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从这个行为一发生以后的 五年之内 最长了 在这个五年当中里面 如果你知道的情况下 那就按照一年九十天 你不知道最长就是五年 五年内 你居然都不知道了 五年只要一过 绝对就消灭了 那就证明您自己太迟钝了 所以这些 不管是五年还是一年 因为它都叫除斥期间 所以都是连续计算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尽管这个行为 你是属于根本不可能知道 对方骗你 这个时候等到第四年 第三百六十天 您才知道 那就意味着 这时你要行使撤销权 还来得及 因为还没有满五年 但您就剩最后的几天了 就剩最后的五天了 您只要在最后这五天之内 不行使撤销权 那就绝对消灭了 只要您从第四年 三百六天知道那开始 赶紧在五天内行使 这是没问题 保护你 所以千万不要误解 哎呀 只要在我五年之内 第三百六十天 第四年的三百六十天知道了 那就重新再给我九十天 或一年 不是的 这个五年的时间 是一个不间断的存续时间 所以你在剩下的时间内 如果能超过一年或九十天的 那就使用一年九十天 都到不了一年九十天的 你就在最后的时间之内 行使撤销权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叫做是一个持续存续 是一个不变的时间 是这样来理解的 好我举这例子 大家能清楚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撤销权 要把特征要清楚了 可撤销行为 它的特点 跟绝对无效行为 它的区别在哪 那么这个可撤销行为的表现 哪四种表现 行使撤销权的时间 如何限定 该记得记 该理解理解 看完了 我们来练习一道题 二三年的一月 业务员张某受甲公司的委托 就跟乙公司签了一个采购合同 在签的过程中 注意 这个张某业务员 他把合同中的单价 一千元的单价 错看成了一百元 少看一个零 结果到了一月十五号 甲公司就发现这个错误了 给看错了 条款 这样于是请求法院撤销该合同 按照我们民法典 甲公司行使撤销权的时间 什么时候知道看错的 一月十五号 什么时候签的呢 一月三号 签的是还没发现了 等到十五号发现了 签的 意思表示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从你知道这个室友开始 给您多长时间 基于误解的 只给九十天的时间 不行使撤销权就消灭了 所以大家算九十天 一月十五号 九十天不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吗 一月三号到二十四年 这是一年的时间 一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年的一月十五号 这也是一年时间 这是从签订显然更不对 这是从知道也不对 一月十五号到二零二六年 那是三年 那变成诉讼时效了 也不对 一月十五号从知道开始 到四月十五号 九十天的时间 正确 正确 所以基于误解是给九十天的时间 九十天是从知道开始算 这就是活血活动 所以很好理解 这就是第三种情况 叫可撤销的 最后一种 大家看出来了 变成叫效力 待定 大家从这个待字 先要理解它的含义 就是等待 等待就意味着什么 就这个行为虽然成立了 但是到底有效 无效 它这个效力 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还没有完全确定了 这是它的待定最大特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 就是既不同于绝对无效的 也不同于可撤销的 这两个要跟它相比 最大的特点是 这两个行为在成立 行为成立的时候 它们的效力是已经确定的了 这个效力状态是一个确定状态 无效确定了 就是肯定无效 这个可撤销确定状态是有效的 你没撤销之前 它已经是生效了的 而唯独待定不是 是因为它的效力 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所以它完全不同于无效 也不同于可撤销 所以咱们一定要理解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 学经济法也好 学税法也好 俩法特别要对当时学员们 大家们的阅读能力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就你一定要对文字上的 那个含义理解 一定要非常准确 如果你的文字阅读能力比较差 学起来很费劲 你法条的语言 一个含字的含义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这是考验大家阅读能力 语文学的好不好 就在这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待定的特点是什么 是成立 但是它的效力 还处在不确定状态 还没生效 但也不能说它无效 它是一个不确定 它得需要经过追认才能生效 而且这个追认的意思表示 必须得到达对方时才能生效 需要经过追认才能确认效力 而且时间必须是到达 只要一旦追认了 它就有追溯力 从成立开始生效 它要拒绝追认 那就是自始都是无效的 所以它追认就有效 不追认就无效 所以它是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待定待定 等待相关当事人来追认 所以它跟可撤销的这种行为 区别在哪 刚才说了 可撤销的行为 它是已经都生效了 它只有当事后撤销的情况下 它也是从成立时开始无效 所以讲到这个问题时 大家也容易出一个错误 就这种可撤销的行为 在没撤之前 它是已经都是有效的 但是只要一撤 它不是从撤销开始无效 不是自撤销时无效 它没撤的时候一直有效 但它只要一撤 它就有追溯力了 追溯到自始就不发生效了 也就是说只要你一撤 视为是压根这行为 根本就没成立 所以它是从成立上开始就无效 但它前提是成立时实上 是已经都生效的 待定不是 待定是在成立的时候 既不能说生效 也不能说无效 它是一个不确定状态 所以一旦拒绝追溯 它也是从成立开始无效 它跟可撤销是一样 但它只要经过事后追溯 它也是从成立时有效 这就是区别就在这 那么到底这个事实当中 哪些行为是属于需要 待定这个行为呢 下面开始 它的表现 我们大家要活须活用 第一个 记 而且要活须活用 第一个 看好了吗 不是无行为能力 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独立实施的行为 但这个独立实施的行为里 还要具体看 是否一 纯获利的 二 是否跟它的智力健康相适应的 如果要是这两个特殊的这种行为 不属于待定 当然就有效 这我们刚才讲跟无效行为对比了 这两个行为以外的其他这个行为 才都属于待定行为 跟它的年龄不相适应的 跟它的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 不是纯获利的 它就不能完全说有效 也不能完全说无效 就得需要等待待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一个无权代理人实施的行为 是一个没经过授权 擅自以人类的名义来实施的 这个当然叫待定 既然是待定 所以就牵扯到两个权力 第一个来自于追认权 谁有追认权 因为追认权也属于行程权 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的 第一个 法定代理人 像这种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这个就属于由它的监护人 法定代理人 无权代理人实施的 就由被代理人行使追认权 第一个 OK清楚了啊 第二个 催告权 催告权就不是给了法定代理人 被带领 是给了来自于这个行为的相对人 可以催告这个追认权人 要在三十天之内 必须给予追认 如果三十天之内 你不做任何表示 保持承诺 这个法律规定的 视为拒绝 不是视为接受 所以这里提醒大家 大家特别注意的 这两个一定要死记 强记 第一个要记三十天 第二要记住结论 保持沉默的 视为拒绝 跟我们前面讲那个 继承 保持沉默 视为接受 正相反 别弄乱了 这个要注意 被代理人 如果已经都开始履行了 他用作为的这种形式 看出来了吗 这个就视为是追认 这不就是通过漠视的形式来追认 我没直接表示是接受不接受 我就直接怎么样 我就履行了 视为是追认 这是第二个权 第三个叫撤销权 这个撤销权一定是给了谁 一定是给善意的相对人 可以在被追认之前 主动行使撤销权 所以看完就明白了 等于这个相对人 给他两个权利 第一个相对人要行使的是催告权 第二还给了相对人行使撤销权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给相对人的催告权 是不强调主观的 但是给相对人要想行使撤销权 他就必须要强调主观的表现了 一定得是善意的 不仅要善意的 而且还有时间上的要求 想撤销一定得要赶在追认之前 方可撤销 人家都追认了 那你就别行使撤销 不可以的 而且第三 还要以通知的方式 意思表示 表达的方式 必须是明示的 通知的方式 明示的方式来做出 三个先知 这就是效力带定理 看好 看完了啊 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相对人 这俩说的都是相对人 相对人当行使催告权的时候 不管他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可以的 这个是无限制的 在这个权力行使时 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OK 要清楚的 好 但是呢 如果是行使撤销权的话 一定强调主观上 必须是善意的 第二个限制在 时间上 应该得是在对方做出追认之前 第三个是要用明示的方式 来进行通知 所以他是受限制的 他是有限制的 这就是不同的地方 这个要注意一下 而且这里说的追认权和撤销权 才是属于形成权 有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 但是催告权可不属于形成权 别弄乱了 所以考试时候问你 哪些属于形成权 千万别选催告权 这个要把握好了 第三个要提醒大家 注意无权代理中 如果构成的是 表建代理行为 什么叫表建代理 这就放在我们的 这写错了啊 应该是第二节 在代理行为当中里面 我们再来看 因为一旦是表建代理 自然就判定 相对人 就是什么的 就是善意 那么当然构成就是有效的 就是视为有权代理了 这个时候当然就视为有效 所以说要把这些一定要联系好了 所以这就是效力待定的行为 我们把这看完之后呢 先把这些基本的概念清楚 然后给大家来举例子 为什么给这个谁是追认权 为什么要给这个相对人 催告权 撤销权 追认权 撤销权 包括催告权的行使 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理 一个基础来定的 我们来解释一下 大家首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强调地方就是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它属于代定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看好 这是一个未成年人 还没有年满18周岁 他是处在8到18周岁 所以法律给他界定为 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也叫未成年人 所以小小的年纪呢 他就会做生意 因为父母就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天天有时就带着他 老看父母跟人家谈 做生意怎么来谈 这好吗 家庭这种熏陶是太重要的 是不是 这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家庭里干什么的 这个孩子往往就是 你没有这种家庭的熏陶 有的时候是很难做成 你父母每天都是音乐家 天天练嗓子 啊弹钢琴 你看那孩子 往往如果有这方面的爱好 除非特别不喜欢 他成不了才 否则他绝对比别人要先成才 为什么呢 家庭这种父母的遗传太重要了 天天啊弹琴 耳朵听也听出来了 爱豆买咪发 他就听出来了 这个应该不得不承认 所以呢 这个未成年人受父母的影响 也会做生意 所以就跟对方的一个成年人 对方可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你这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双方之间还就达成了一个买卖合同 签了吗 签了 意思表示真实吗 真实 合同违法吗 内容不违法 正当交易啊 不违法 合同成立了 成立是成立了 但是由于一方当事人 未成年人去独立的跟对方实施的行为 他成立是成立了 但是成立的合同 他的效力是处在不确定的一种状态 到底能不能够生效 那第一 首先就给了未成年人的谁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不就是他的父母 是他的监护人吗 所以法律就赋予给了他有追认权 这追认权可是形成权 只有他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 就能让这个合同效力就能确定 到底有效无效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的孩子未成年人 很有可能这个合同因为他的智力没有完全发育 所以法律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因此把这个追认权给了他的监护人 法定代理人 得保护他 所以给了他 他法定代理人父母可是成年人 所以这是他在追认的时候就取决于俩 你是承认追认还是拒绝追认 如果他的父母是不看 哟 这儿子跟人签了这么一大笔买卖 比我们俩都强 好嘛 比咱俩还会做生意了 行了 咱放心了 家里这个企业就交给他吧 青春一篮胜于篮 您要是追认了 有效吗 有效 这合同的效力仅由您的意思表示 确定了 您要是不承认 小猫孩子那么小的年纪不好学习 这个人不承认 拒绝 那这个合同是处在有效和无效 两个都确定了 这是首先给了他 目的要清楚 是为了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但是呢 法律给了他的同时 必须天平要平衡 还是要考虑成年人 他的利益同样应该要受到保护 这种保护 大家看一下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个成年人也说 我哪知道这是一个小毛孩子呀 他也没跟我报年龄啊 关键是他显得很成熟啊 这个时候出于保护成年人的利益来考虑 于是也出现要给成年人两个权利 第一个权利是什么 你有催告的权利 这个催告的事 就不需要判定你善意不善意 不管你善意不善意 你都可以催告 因为什么 因为按正常情况下 我们以后知道 你跟对方签合同时 你最少要防范风险 你得让他出示身份证啊 这最起码的呀 你让他一提要身份证 一看 好 我们这年龄出生 还没满18岁了 你就应该知道 所以往往这时成年人 实际上他是有过失的 没关系 这时就给了他催告权利 你想行使撤销权 往往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时催告的情况下 就是催告代理人 他的代理人 哎 你父母认可吗 哎呦 闹半天 你儿子还没成年了 行 咱这买卖做不做 所以他追认了 那你就接着做 他不追认了 那你就亡 你就认倒霉呗 对不对 你为自己的过失买单呗 所以在行使催告权的时候 要注意这30天 给你的权利 就是你催告他 否则他老不答复的话 也会损害你的利益 到底这合同旅行不旅行 我要准备不准备 他就会影响成年人的利益 所以只要对方在30天之内 保持沉默 记住了 那就视为是拒绝 记住了 这合同等于就无销 这结论必须得清楚 但是光给成年人 有催告权的情况下 看出来 毕竟这成年人 是处于被动状态 他如果是被动 也就是说 到底这合同能不能履行 完全是他掌握主动权 这时候对于成年人来讲 如果他主观上明确的 他是一个善意的相对人的话 也不公平 所以基于公平起见 因此这个成年人 如果一旦主观上 绝对是善意 根本不可能知道 对方是一个未成年人 所以这时他要主动的情况下 他可以行使第二个权力 叫撤销权 这样才能真正的 对成年人的利益 加以很好的保护 所以这时强调 是善意的才可以 而且一定是在 对方没有追认之前 而且你要主张 哎呦 那我妈那小毛 我可不跟他 那后面旅行的时候 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了 这时你要是下定决心 我就不做了 你必须要用通知 明示的方式告诉对方 咱完了咱彻底就完了 这是你只要一撤销 那绝对在法律上的效率 也是无效的 所以这就是根基 也就是说 我们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 既出于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所以要给他的法定代理人 赋予追认权 同时也要保护成年人的利益 所以给了他催告权 特别是给了他撤销权 目的也是为了保护 对方相对人的利益 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利益平衡 规定的这样一个权利 这个大家要明确 好 这就是我们的效力代定行为 所以主要表现为 两一个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独立实施的行为 一个就是 无权代理人实施的行为 而无权代理当中里面 也要集体 我们学完了第二集 代理行为之后 还有分是一般的无权代理 还是特殊的无权代理 这种特殊无权代理 说的就是表现代理 那一定强调 那个相对人是善意的 好 这就是呢 效力代定行为 看完了啊 我们来练一道题 一个好友的儿子 15岁 未成年人 他独立的跟张某独立约定了 愿意接受张某赠送给自己的 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 等于这个小孩跟对方呢 签定一个纯获利的受赠 他是作为受赠人 他不能作为赠予人 他要作为赠予人 这就不能是绝对有效的了 那就变成了 跟他的年龄不相适应的 就成待定了 那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 这个赠予合同的效力 是一个什么 这是属于纯获利的行为 不需要追认 有效 所以准确答案是C 但是如果我们前面讲 这本身就是一个 完全无行为能力人 他哪怕实施的是这个行为 他也不是有效了 他就变成绝对无效行为 这就是差别 是不是 结合在一起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 在效力问题上 完全发生 所以到这为止 所以大家要清楚 以这个法律行为 它的成立 到它的效力 大家是不能绝对的 画等号 两者之间的关系 判定行为的效力 一定要以成立 必须为前提 压根没成立了 谈不到效力问题 所以成立是效力的前提 这没问题 但是成立的合同 当然是否就有效 这不能画等号 已经成立的法律行为 可能有效 可能无效 可能是可撤销 还有可能是效力待定 所以这四种效力 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要想准确判定 回过头来 远点都在这了 就是判定这个行为 到底有没有效 一定取决于它的 主要三个实质要件 第一 对于行为人的行为能力 有要求 对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有要求 第三 对于行为人的内容 有要求 根基得回到这 通过这个根基 由此来判定 到底是无效的 还是可撤销的 还是待定的 到底它其中是违反了 我们这个三个实质要件 中的哪个要件 你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所以大家要把下面 这三种各自的表现 必须要真理解了 而且能够活学活用 这是重中之中 OK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法律行为的 效力当中里面 好好来判断 非常有意思 像这些东西 都是跟咱们日常的生活 很贴切的 所以它是接地气 大家千万别干贝它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